沒辦法這個時勢所趨 現在要找一個真是懂得茶的師傅 其實坊間越少 咖啡師也越來越年輕 咖啡過往如果在香港 真的變化比奶茶 豐富和大 奶茶真的都要學習 大家好 又是奶茶粉絲 今集我網民的嘉賓就是 香記咖啡有限公司 我就叫他沖哥 多謝忠哥 我叫忠哥 為什麼我和你坐在一起 我覺得很奇怪 但是我又覺得人間 不過你什麼時候認識的 先抱一下肚子 剛剛出來創業的時候認識的 應該14年 那時候偶爾間也有喝酒 對 14年 交流一下 現在你沒辦法 你不是疫情有幾何在香港 是 是 是 我先說一下自己 我入行很多年 如果你說在餐飲業 都二十多年 奶茶來說 我想香港人 小時候可能跟爸爸媽媽去奶茶餐廳 一定會叫 小時候也要喝冰奶茶多一點 正常 有一段時間不知什麼 瘋狂喜歡喝 年輕的一定是冰奶茶行 我發覺都是 香港人 不論是男女 沒錯 和你的杯子一樣 香港情懷 所以我也做回你公司的產品 給你試試 忠哥你一定可以的 下不下糖 不下糖 我要下糖 怎樣 其實我自己本身都加糖 是 不過現在越來越加得少 發覺香港人也是 越來越加得少糖 以前有些人 我自己都是加多少 一兩斤以上 飲食的習慣都慢慢變 是 健康 年企健康 這杯一定是好 宗哥出品 但是我們奶茶OK 但是剛才你說喝奶茶習慣 我會喜歡滑 茶香一定要有 有些人多越少 沖煮過方式 沖煮方式 你是專家 不是 我正正是沒有 沒有過巴桌 沖煮方式也有很多演變 香味我發覺是不同 沖煮方式影響很大 是 另外就是濃淡 我覺得這個是最大的變化 平沛也是一個影響 我發覺越來越的人 我認識那些反而越來越重口味 我認識年輕人 你都要挑出你的框框 這個《香港情懷》系列 就是我們《死香記》 奶茶方面的一個系列 這支茶現在通常是針對茶餐廳 比較傳統一點 有師傅 有師傅真的對茶了解 隨著市場變化都有不同的拼配 沒辦法這個時勢所趨 你說現在要找一個真是釋茶的師傅 其實坊間越來越少 他們的手法或者他們的拼配方式 其實很多都實存了 其實這個是可惜的 咖啡過往如果在香港 香港真的變化比奶茶 豐富和大 是 出名的咖啡師都很多 奶茶真的都要學一下 因為現在所謂咖啡師 都越來越年輕 是啊 而且他們 我覺得挺好的 他們都有自信 我喝到一些年輕人 年輕身手做 我很驚艷 哇 拿了命 可以這樣說 香港我少去哪些地方喝咖啡 因為我都喝奶茶多 所以沒辦法 咖啡的文化都是其中外國的產品 雖然香港的咖啡有香港的特色 但是外國來說 空間 它的人才 或者市場 都遠比香港大的 我們推廣奶茶也好 香港的咖啡也好 其實是否 可能都要想想辦法 令年輕人繼續做 喂 香港奶茶也可以的 你應該繼續喝 冰奶茶 不要只是說 喂 爸媽喝的 另外有一個值得學習 我自己覺得就是 標準化 是 他們搞了很多比賽 比賽的標準化 橙區的品質的標準化 其實香港要走一套 我想最需要一些時間 外國有些系統性的東西 可以應用回香港 是 咖啡師的年輕人也好 他們和他們聊天 我想你也發現這些東西 是 他們都很自信 奶茶師傅如果面對客戶 他在一個水壩後面 可能很自信 但面對客戶 是否這麼自信 能否能夠溝通到 或者推廣到 美國和歐洲的咖啡師協會 他們有很多的活動 很多的標準化 我吸收了他們的經驗 在2012年的時候 在上海開了一個中心 因為真的不賺錢 真的很難賺錢 但是可以培養到 很多文化出來 文化 年輕人新入行 他可以很容易得到資訊 譬如阿忠 你以前入行都很難得到資訊 其實也是 師傅適合談的 可能你要派很多醫生 但現在來說 可能通過一些平台 那些年輕人就可以很容易入行 好奇一問 但如果你在香港 你會覺得搞一間咖啡好 還是搞一間茶餐廳好 現在一般 譬如你去到灣仔 上環 中上環 很多類型的 所謂的精品咖啡館 裏面就是一些新派的咖啡 是呀 很專注咖啡 有些我以前都沒聽過的 嚇死人 是呀 他們都是走另一個路線 就是要做一杯事 不要那麼曲高惡寡 所謂要讓貼底些 咖啡館我想最大的分別 跟茶餐廳 最大的分別就是投資成本 是 我想咖啡館的投資成本會便宜些 而且你不需要學太多東西 只會沖咖啡就行 咖啡也不是 對於我來說 茶餐廳你也要水吧 你也要弄弄公仔麵 弄公仔麵 我又覺得好像 弄公仔麵還好吃很難 那是 但是你說茶餐廳始終來講 就貼底些 我想這樣說 是 貼近香港人 對 你開店 容易做很多的推廣 容易接受 如果你找到好地方 有拍檔好的 不妨可以試的 香港有些很大的品牌 都上了國外開 很成功的 但是 港式茶餐廳裏面 吃什麽 喝什麽 其實很多中國的同胞 大陸的同胞 來過香港也好 或者電視 媒體 都會知道 很認受性很高 但是當然上去 杯奶茶 可能都要 很慘 我又不想用參差去形容 例如去北方喝一杯奶茶 他說 喂 很好喝的 聰哥 給你喝 喝完之後 我真的想套出來 不是茶餐的問題 先不要說茶 很甜 是 他們是喝得很甜 但有時候我又覺得很有趣 我跟那間餐廳去了解 聊天 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吸收經驗 對 去到那間廣州 具有一個例子 我在廣州 廣州有人跟我說 我們喝其實不是很甜 現在講求健康 那麼健康 但為什麽你沖杯給我這麽甜 其實很好笑 接著師傅就走出來跟你說 我們這裏的人口味是需要這樣 其實都是簡單來說 未找到一個標準 以前在廣州有個朋友跟我說 喝完奶茶之後幾天睡不著 我怎麽會幾天睡不著 你誇張一點 但他真的睡不著 但是 但咖啡應該八個小時就沒有了 其實 有些人是未喝慣 是 但我最近見到他說OK 每天喝都可以 其實是習慣的問題 上一天 沒錯 上一天習慣了 是毒品 是 介紹一下奶茶是毒品 香港 又講回香港 跳回香港 不要說雕龍雕鳳絲 怎樣達到你心目中的水平 剛才說 如果你是我的水平 剛才我說 最重要是滑 我就不太受得粗的飲品 咖啡也是 咖啡也會有粗的 如果是差的情況下 這個最重要 另外就是 就是香 濃淡 反而我個人覺得 有茶味 有茶味 有活甘就行 我又不要接受到很濃的 很濃的茶 所以喝得舒服 OK 又是事後所說 發覺是年輕的女士 譬如在中上環 我們的客人 很少碰到女士 他們真的需要奶茶 他們要求高 是的 但是發覺 我沒有聽到朋友做保險 其實覺得很高要求 很高要求 很高要求他們每天 一兩杯奶茶都行 以前是 我有個客人 以前是果欄 那裏 他是要很濃的 可能是那個客戶群 不同 他要求的東西 要提神的 要靠的 如果果欄正常 男士多 沒錯 我又覺得 在現在這個階段 即是這樣的情況 對 我們怎樣勉勵我們的同行 或者餐飲業的人 是的 我有個想法 今天你提出 你作為一個奶茶紳士 是嗎 是 應該研發一下 製造一種抗疫奶茶 推廣一下 為香港人 香港家家有 可以 又可以想 為業界做事 你流浪了這麼多年 是的 這是我最生氣的問題 有甚麼寄望 有甚麼託付給我 不好意思 我跳通了 這個我立即打 如果這樣說 接下來香港 可能要再推廣 不要只說奶茶 咖啡和奶茶 要推廣 你覺得 大家 不要說只是你 做多些甚麼 可以做些培訓的工作 因為香港 真的沒有的 其實咖啡很多 香港可能 ERB 有些類似政府資助的課程 關於奶茶 有的 有的 那專業度 我覺得可以提升 認證 我不知道 會不會大家 可以提升 可以談到的 搞個工會 工會 或者資格認證 各樣東西 可以令到一個 香港的奶茶師傅 真的有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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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可以拿出去 證明你 已經可以達到甚麼能力 那你喜歡這個奶茶 香港的一個文化 香港人的東西 我之前在第一次訪問中 都說過 我有一個美國男學生 這是很深體會的 他跟我說 他在美國處 可以治到他的思香病 就是他 就是奶茶 咖啡是容易找的 如果你在外國 奶茶真的比較難 奶茶比較難 但是奶茶的咖啡 是比咖啡高 是啊 這裡我也要講講 今天多謝你 通哥 完結之前 我就送一件東西給你 這個 這麼有驚喜 當然 真的 這個就有一點心意 喂 可以表到 這個好東西 對 這是一瓶 真的客量馬威士忌 只有10瓶 紅茶 對 那裡面 就是這樣 這個好東西 對 今天多謝你 接受我的訪問 就是走逢知己 沒錯 希望大家之後 可以在業界裡 雖然有抑制不開手 不要緊要轉頭洗手 轉頭洗手 OK 多謝 謝謝 拜拜 奶茶相似會 手就很大便 就不是我訪問 我就被訪問而已 對 那跟梁振忠先生 一間我們兩個修程 好嗎 振忠先生 對了 梁振忠 我們因為乾脆吃 就可以壓住我 如果我喜歡奶茶 我早上選擇那杯奶茶 我不會介意 那兩斤糖 那兩斤糖 和你喝一罐可樂的分別在哪裡 一罐可樂有七顆方法 我如果真的喜歡奶茶 我會選擇兩斤糖給他 你可以不太多 但是我會放一罐可樂 不好意思 可樂公司